断身正念 断身断正 守法 守礼 决定遵守 弟子鬼 感应平十项夜点教会 把它落实到生活 落实到工作 落实到处世在人间 这就是断身正念 正念里面 尤其是念念不要离开阿弥陀佛 确确实实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连父母亲人都不要了 是像这个样子 但是这是真正孝顺父母 真正对情人好 为什么呢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做佛了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我都能看到你 我都能照顾你 我都能帮助你 我都能孝顺你 万一去不了 继续往极乐世界 人家死了之后 过人走过人的路去了 再也碰不到了 见面也不认识了 这真点 现前我们常常聚在一起 这个缘分很深 如果有人给你做一次深度的催眠 你会发现 现在我们聚会在一处 好几世之前 我们也在一起 云是真的 不是假的 知道有这么深厚的缘分 缘分一定要善 解善愿 解法愿 这个里头要有智慧 要有德行 把这个欲念 要把它付出 用智慧不再化解 佛法里面讲 烦恼解不体 把烦恼转变成菩提 就对了 而且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方法 是无比的殊胜的 未妙的 就是阿弥陀佛 无论是善念 我念起来 立刻阿弥陀佛 都归到阿弥陀佛去 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所有念头都化开 这就是古人 教人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如果你觉悟得持 你就随着你的邪念走了 那就造业了 所以第一个念头起来 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 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这叫真念佛 真管用 精刚精上佛说 降伏其心 我们用一句佛号 比什么方法都殊胜 只要这句佛号念得熟 时时刻刻能提得起 这断身真念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